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香港政府剛出了財政預算案 派錢成為熱門的話題 可惜人人期望不可達到 政府選擇派堂,不派錢 支持政府那方面說到 第一派錢是短市 第二派錢不能夠幫助到促進經濟發展 還有當派堂時,實際上有種多勞多德 你多納稅,我現在派一些堂給你 給納了重稅的人 第二,他說到要發展一些 長線一點的福利類型的基金 做很多的福利各方面 再加上香港政府有一個 兩入圍出的政策各方面 很多的利益未必能夠長線來擁有 畢竟你看回財政的盈餘 一千三百多億 當中有一半是來自賣地 或者是土地相關的收入 實際上,財政的財政 是沒有增長各方面 支持派錢那方面 很多人就說了 香港政府的財政盈餘 連年都有 除了SARS和金融海嘯 有很短時期的赤字之外 而且收入是遠遠的 來高過預算 為何你不來派錢呢 再加上這方面 和長線的什麼 基金等方面 其實是沒有衝突的 當你一個國家 這麼富裕 有超過萬億的儲備 和你其他國家 即是說財政和財政 60%已經是非常健康 今時今日 是後金融海嘯的年代 你一個國家的比重 財政和財政是80% 或者是超過100% 不要計算希臘維持到三年 都是180% 沒有繼續飆升 就已經叫做了不起 香港政府是說 發債是為了 令到credit rating 能夠在S&P MUDI 那些地方顯示出來 很瘋狂 如果你想詳細知道 派錢為何適合 講反對派錢 有多少的謬誤 你可以聽一下 蕭生蕭若元 錄了六七篇 關於派錢的理論 或者是一些知識的討論 他強調這是知識的討論 不是評論政治和財經 Anyway 我自己就嘗試去研究 探討 為何香港政府一直以來的 Mentality 是兩日為出 同時間 為何以前 少人反對 現在 反而多人去支持派錢 而反對政府 派堂 或者各方面的 財政計劃 為何會有這個 其中第一件事 為何兩日為出 就是香港的稅率 相對來說是低的 你看這個商業的 財政計劃是16.5% 和加拿大 我記得我出來工作的時候 那個稅率是37% 用了十年時間 慢慢減到它 大約現在26% 但都是比香港高 10% 或者是60% 如果計算的分別 川普 很成功地出了 唯一上台以來 最成功的方案 就是減稅 將美國的稅 嘗試由35% 又是用10年左右的時間 減到20% 都是比香港高 計算個人財政計劃 的分別更加大 那你個人財政計劃 最高的稅率 在香港 就應該是17% 我不是香港的稅人 如果有些錯漏的話 就真的可以指正 或者是高抬衛首 不要罵爆 17% 不是 17% 是個人財政計劃 那你加拿大 加拿大 安省最高的稅率 是46% 比較低的 如果你移民去Alberta 是39% 左右 但也是超過雙倍以上的稅率 那這邊你可以說 第二個點 就是香港政府 福利低很多 買人來加拿大 這麼高的福利 但我們加拿大高福利 重點著重在某些人士身上 例如一些老人家 或者醫療等各方面 我們自己本身打工仔 受惠相對地來說 是不多的 這個財富再分配 都可以 但香港 你說是否真的完全很差呢 我小時候 享受過 九年免費教育方面 我在醫療方面 我記得我婆婆過身之前 曾經住過公立醫院 亦曾經住過私立醫院 我也不覺得公立醫院太差了 你輪胎症可能很長 但一樣給醫生看 有大包的藥 吃到你不吃 在加拿大輪急症 是非常長的時間 如果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家庭醫生免費 但你給予保護藥 同樣都不便宜 這裏要靠額外公司的 醫療保險補貼 才能夠減到 那個費用 去到一個比較便宜的 但是也不是輪胎症 我現在不知輪胎症多少錢 但是幾十元 那你就 或者一百元 這樣才算 你這裏給予保護藥 都不便宜 Anyway 我就很膚淺地 不是說香港好過其他外國 但是香港不是沒有 所以他財政上面 都需要去為醫療教育 或者是老人 去有一定的開支 第三個原因 就是香港的稅基 基礎是很窄的 政府經常說 要徵收銷售稅 你都相信 聽過 徵收銷售稅 在加拿大安省 有13%的銷售稅 即是說 財政吃了你 沿州的費用 再多吃一份稅 在這種情況下 你說窮人不就很慘 政府有補貼 每年在退稅上 會退回 如果收入低於某個數目的時候 在費用上 退回幾百元 給一些低收入的人士 在香港沒有這件事 純粹是中產的批 承受了大部分的稅上的壓力 因為有錢的 像波波一樣 他會開公司 例如BVI 或Panama 那些地方 那些稅率是 來收入收入的收入 來抽稅 其他收入 大部分可以免稅 哪有人嫌稅是少 香港已經低了 他仍然都要開公司 在那邊 他的家人 在那邊 不少的富豪 都會有稅務上的 走避的方法 但是中產打工仔 就沒有這個 變相來說 也看到香港的稅機很窄 再加上 香港除了某些 印花稅 物業的一些優惠之外 租金 或是貨幣 或是買賣樓宇 各方面 稅率相對來說 都不高 比起外國來說 有很重的 貨幣 雖然相對地 薪蓬稅 各方面 就會低些 但都是沒有這些 收入來源 非常窄 以至到影響到 如果土地收入 各方面 是一個 複製的情況 你不保證 視乎樓宇買賣的情況 再加上政府 嘗試去加納照 你會怎樣去做一個財政預算呢 一般來說 我們做財政預算 各方面 無論是投資股票 或是我在公司裏面 幫公司做預算 都不會把一些很優惠的東西 來預算 或是 平安保險出了業績 你會發覺 收入大增了 但如果你說內涵價值的數 是會相對地低於收入大增的 百分之 為甚麼呢 因為內涵價值 或者你 那間一半公司 都是這樣的 它不會把所有的收入 收入價 設為一個 常態化 然後包括在內涵價值的計算 當中 它會給予一個 模式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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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府 類似的方法 甚至乎 它燃燃了所有 所有 的 影響 而 當 賣地收入 或者 土地 的收入 是遠遠大 的時候 連年都跑贏的時候 它 那個 預算 經常都會失準 基於這些 種種的因素 就是 你會看到 為甚麼 它 會有 這樣的政策 在當中 因為 它不知道將來 會怎樣 而它的稅收 收入 不見得 是高 再加上 香港似乎的GDP 增長 開始走慢的時候 它不會 那麼 那麼 激烈的 來 去 取盡 還有 另外一些 考慮因素 其中一個 因素 就是 現在香港政府如何 去考慮它的成績 就會跟 中國 走 中國 很多時候 你會聽到 它 由 前三十年 那個 艱辛奮鬥 最後 後三十年 經濟改革開放 他會看到 其中有兩個成功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 因為維穩 維穩 當你側棄 所有反對聲音 人人有飯 吃 有錢 賺的時候 這個是最大的 中之重的 硬道理 第二 就是發展 經濟開放 你發展的時候 才能夠成功 所以 當他看香港的時候 他覺得這幾年 香港 回歸之後 發展很少 他不會計 這件事 就是再發展 那些叫大白象工程 因為你不會再 經濟這麼大的回報 他不會計 於是 他就有很多 財團走下來 幫香港發展 幫香港 起多些基建 以至於 香港不會 跟不上 祖國的步伐 再加上 他會覺得 你香港這麼低稅率 他不會覺得 這樣就會影響了 福利 各方面 香港這麼低稅率的時候 他沒有上繳到中央 他已經有很多 好處 所以 他有個空間 來發展 更大的 項目 如果你仍然 圍繞著 一些不必要的 政治爭拗 裡面 好像一些泛民 那樣 就是不惜待舉 我們要用這個思維 來說 香港政府的成績表 是以為而敗 少些反對者 以及 多些發展 既然他本身 已經有一個兩日 為出 預算有限的情況之下 又要滿足這個成績的需要 的時候 自然就不會派錢 但是 因為這種發展 對於香港人 他覺得不夠受惠的時候 同樣就會令到更多的市民 覺得需要派錢 這個爭拗 我相信是很難會解決到的 今天分享到這裡 這個是我自己 對派錢不派錢的 少許感受 和香港政府的決策 多謝大家收聽